這麼多年在外面流浪 吃了很多苦 很多心酸 都往肚子裡面吞 那每一次的收假 我在台灣收假前兩三天 我就很痛了 就開始數著饅頭 就像外島前 當兵外島前收假一樣 非常非常的痛 每年到了12月 就要擔心我下一年的農曆 能不能回家過節 父母老了 我媽媽老了 我希望每一年都能在家陪我媽過年 那 那這些事情啊 多通都是當外籍機師很辛苦的事情 好 那麼呢 我做出了一個決定 到公司丟了辭城 我希望要結束這一切 網紅型男機長瘋狂詹姆士 除了是衛機師外 也斜槓當youtuber 經常分享飛行 旅遊等專業知識 累積了超過17萬名粉絲訂閱 近日詹姆士更新影片 陳同宣布退休不幹了 透露擔任外籍機師 這17年來其實非常痛苦 同時曝光未來下一步 這個決定啊 大佬也是非常的遺憾 但是 soon or later 這個決定啊 這一天啊 他遲早會來 他不是現在到 他就是以後 啊 終究會到 大佬總有一天啊 要面臨啊 我必須要從航空公司啊 退休 所以啦 這兩天啊 我到公司去辦離職手續的時候 心情啊 其實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啊 我連最後一次啊 能夠選擇自己頒表的機會都沒有 大佬離開過很多航空公司 都是莫名其妙 突然無預警的 就這個月要離開了 我沒辦法選擇我最後一個頒 那回顧這27年來 我從小 從出生開始 打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這腦袋裡可以裝得下記憶這個東西以來 我從小就要為了當飛拳這條路而努力 所以我國中畢業後 去讀了軍校 念了中正玉校 就為了想要當飛行員 因故 離開了中正玉校 那時候去念了華岡玉校 我到現在就一直記得 30年前 某天晚上我在宿舍 痛哭流涕 哭得氣不成聲 因為我想到我這一輩子 居然沒辦法再當飛行員 因為那時候資訊 非常不發達 總是認為啊 一定要當空軍 空軍出生才能當飛行員 之後啊 是一個很偶然偶然的機緣 原來飛行員還可以赤訊 自己出國學飛行 有這條路 那時候才開始 開計程車 打工 混泉 然後說服我爸媽 讓我出國學飛行 我父母給了我最後一次機會 讓我去美國 所以97年去美國的時候 破釜成舟啊 那時候我到美國 英文大字不會念幾個 只會 This is an apple, that is a pencil 我從飛行到現在 從我當了機長的一天到現在 我永遠都會記得 我當年吃過的苦 我不要讓任何一個副駕駛吃 所以我以前剛報到的時候 副駕駛跟小媳婦一樣 跟在機長後面 他走哪?跟哪?看著他 所以現在副駕駛報到我都會跟副駕駛 不要你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做這件事情 弄完就差不多了 你不要跟在我旁邊這樣子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做什麼事情 自己請隨意 不要看著我臉色做事情 不要 因為這些都是我以前經歷過的事情 我經歷過不好的事情 我就不願意讓副駕駛在 互通經歷通的事情 你們看到我現在非常的順遂 我這一路其實過得不是非常的好 所有的航空公司 你會遇到的都有一個問題 每個副駕駛都認為你這個外籍機師 在搶他們的工作權 因為你在他們那邊 所以他們沒辦法聲訊 每一家公司 我們拿的薪水 都比他們Local的薪水還高 所以我在印度也拿的比他們印度機長高 我在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特殊 我在中國那時候 中國大陸深圳航空薪水 拿的比他們Local機長高 我在日本也拿的比他們日本機長高 我就不知道這個航空圈 到底是什麼一個循環 找老外老外總是比較高 但是我們又自己跑到外面變成老外 我們又比人家高 為什麼這世界不能取得一個平衡點 都一樣高呢 那這麼多年在外面流浪 吃了很多苦 很多心酸 都往肚子裡面吞 那每一次的收假 我在台灣收假前兩三天 我就很痛了 就開始數著饅頭 就像外島前當兵外島前收假一樣 非常非常的痛 每年到了12月就要擔心我 下一年的農曆能不能回家過節 父母老了 我媽媽老了 我希望每一年都能在家陪我媽過年 那這些事情都通都是當外籍機 是很辛苦的事情 好 那麼呢 我做出了一個決定 到公司丟了辭城 我希望要結束這一切了 我飛的夠久了 我現在回去 要專心的做我的自媒體 我不是從飛行線上退下 我退而不休 我一定會 繼續在這個航空圈子裡面 不一定 說不定改天 哪一天 大佬還繼續做航空相關的工作 那至少目前 我的最後一天 Duty日期是2月29號 那2月29號之後呢 大佬就正式隱退 我這個27年的航空圈 既然我現在從飛行線上退了下來 我就可以更肆無忌憚的 好好去把這些更醜陋 台灣飛行的漏文 黑文 全部揭露出來 我要當台灣 悲安的守護者 報告